這麼熱情 為什麼 因為下年他最不喜歡他的 民進黨 基本上也是把他當總統在看 因為完全用總統的規格 在檢視他 韓國瑜出席活動 民眾大喊總統好 就可以看出韓國瑜人氣有多高 大堆人馬 媒體在那邊拍照 他這是什麼動作 關鍵是目前台灣的政壇的 第一號明星是韓國瑜 韓國瑜身世搶搶棍 身世紅到連總統蔡英文 都把韓國瑜當劍拔 中央現在已經啟動 全面監控韓市長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了 開始全面監控了 全面監控 並且特別要針對於 他二三月要到新馬的行程 高雄市議員陳梅雅更透露 民進黨已經把韓國瑜 當成總統候選人對待 用中央情緒單位來監控韓國瑜 不過資深媒體人就分析 如果蔡英文用國家機器 打壓韓國瑜 反倒是助長他 你取全黨跟情緒力量 你打擊韓國瑜的話 搞不好 那韓國瑜的反彈力 會超過柯文哲 韓國瑜宣誓持續上漲 讓打算連任的蔡英文 實在不得不小心 不惜動用國家機器 也要阻止韓流擴張到2020 記者綜合報導 你的聲音 你怎麼回事 他可能是不公正的 他可能說 那你不公平